走過茶果嶺村 你說者都會被一隻有近60年歷史 近20米長的龍舟級人 但最迷人的 其實是村民和合二龍的回憶 這隻很有歷史 這隻茶果嶺合二龍 當年在尤華地避風塘 拿過幾架冠軍 是龍王來的 心清現在現時 沒有很多隻龍 有什麼揮和的戰績 以前 香港仔有一隻火船商會 所以他跟我們都可以擺盤 他很多都想砌我們為榮 合二龍所向披靡 全賴製作人陳友師傅的手工 整條春天木 它沒有薄 幾乎是一層薄 所以它值錢就值錢 而且那隻龍船 它全部都是銅釘 不是鐵釘 如果鐵釘一早就沒有了 所以它能夠擺入幾十年 它還沒有更多 可以叫龍筋 因為這隻船 如果你沒有那隻龍筋 它就會掉下來 掉下來 變成你怕的時候 它去水不太好 它就要靠那條威眼 即是那條龍筋 去花腩收起它 即是一隻船釣去 抽起它 變成它去水不太好 很主要 你不要看它那裡 它真的要找師傅去教我 有幸羽龍同遊大海 那份喜悅 這麼多年之後 仍然留在等白面上 但是對時代變遷的感嘆 亦都一一反映出來 五月初三晚上 它就會游夜路 在維多利亞港 它會到處游下 即是游夜路制製 那些東西 那麼初四到 初四它就會 在這些彎頭 一路去競賽 在茶海嶺、鯉魚館、坑口等地方 一路去競賽 那到初五 最主要都是 那時候有些最大型的姓氏 那時候它一喊起來 大家那種一網直傳的東西 真是很澎湃 那些心情 好了 因為這裡全部都沒有了海灘 以前呢 它有些等船在這裡 我們就借助等船 叫它彭多 和它們都會掉下去 去海 那現在都沒有了 那我們沒辦法 現在擺在這裡做歷史 做歷史 那到後期呢 又不是了 年輕、年輕 講到利益問題 就變成色味 海岸線變了 龍舟建兒也都老了 但是村民和合義龍 所經歷的一切 將會永遠留在他們心中 ONTV東網 電視新聞台報導